孟加拉国陷入了该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 无数人涌上街头要求政府废除公务员佩额制 这个佩额制简单来说就是孟加拉政府给开国老兵及其后代 预留的一部分公务员岗位的名额 佩额制从孟加拉建国一直到2018年废除 整整实行了47年时间 如今正是因为政府试图恢复佩额制 引发了孟加拉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由此引爆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孟加拉国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了数百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孟加拉国也切断了全国的网络和电话线路 并且实施了宵禁 但这场抗议活动仍在发酵 没有平息迹象 说起孟加拉国在中文圈实在没什么存在感 新闻上偶尔看到还是因为一带一路的消息 如果不是这几篇被孟加拉民众反对佩额制游行的新闻刷屏 很多人对这个国家压根就没什么印象 咱们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国家 孟加拉国很年轻 1971年建国 1973年的历史 其次很小 只有14万多平方公里 和我国的安徽省差不多大 同时也很贫困 人均GDP只有2646美元 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不过这个国家竟然还是一个人口大国 足足有1.7亿 排在世界第九 因此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孟加拉国主体民族是孟加拉族 占总人口的98%以上 这是一个古老民族 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几个世纪 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不过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 印度孔雀王朝建立 控制的疆域覆盖了如今的印度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 往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 孟加拉一直都在印度的统治之下 一直到了公元13世纪 孟加拉人才从印度独立建立了第一个孟加拉王朝 孟加拉苏丹国 孟加拉苏丹国在印度人的眼皮子底下 苟了200多年之后 蒙古人后裔入侵印度半岛 开创了印度历史上最强盛的莫沃尔帝国 1576年 孟加拉苏丹国也被吞并 再次归入印度统治 时间来到1858年 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 推翻了莫沃尔王朝 把印度变成了英国殖民地 孟加拉就成了英属印度的孟加拉省 二战结束之后 印度脱英独立在即 殖民地内部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 因为宗教信仰不同 围绕印度独立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印度斯坦族人数占比多 主要信仰印度教 巴基斯坦人人数占比少 主要信奉伊斯兰教 巴基斯坦人就主张 按照宗教信仰各自独立建国 这个提议遭到了印度斯坦族人的强烈反对 当时英国人也不太希望 看到南亚次大陆上出现一个强大国家 就给印度挖了个坑 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 路易斯蒙巴顿提出了 印度巴基斯坦分开建国的方案 被称为蒙巴顿方案 于是在英国人的强行干预下 英属印度殖民地独立为两个国家 印度共和国以及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史称印巴分制 当时殖民地内的孟加拉族人 因为信仰伊斯兰教 所以也被一并化归到了巴基斯坦 成了巴基斯坦的一块飞地 称为东巴基斯坦 问题是除了信仰伊斯兰教 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两个族群之间 民族不同 语言不同 所以孟加拉人也提出要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建国 孟加拉人的独立运动 很快就遭到了巴基斯坦的军事打击 为了制衡巴基斯坦 印度出兵 帮助孟加拉人打赢了独立战争 1971年3月26号 孟加拉民族独立领袖 目击部拉赫曼正式宣布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成立 孟加拉建国初期 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 为了表彰民族独立老兵 就把政府中30%的公务员岗位 分配给了为独立运动立下战功的开国老兵 以此表彰他们为国家独立做出的贡献 说白了 这也就是王朝建立初期分猪肉的套路 以此来稳定政局 老百姓对开国老兵也是满心敬仰 自然没有意见 毕竟国家能独立 是靠人家扛着枪 提着脑袋拼来的 这也是人家该得的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开国老兵的后代成年之后 也享受着国家配额 纷纷走上了重要岗位 并且人数是越来越多 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特权阶层 反观普通民众 公务员选拔名额越来越少 报考难度越来越大 大家开始发觉这事不对味儿 好家伙 感情你们这都是铁帽子王辈 一顶帽子传恩代 子子孙孙 无穷愧啊 真是应了那句话 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 有些人天生就是牛马 这还没完 后来啊 随着开国老兵的后代越生越多 30%的配额制还是不够用 孟加拉国政府又享受了一个奇招 美其名曰 为了照顾妇女 少数族裔 以及残障人士的需要 要将配额制扩大一部分 分给他们 2012年最新改革之后 孟加拉国配额制新增了10%给妇女 10%给落后地区 5%给少数族裔 1%给残障人士 公务员配额制从原来的30%增加到了56% 这样一来 留给普通百姓的报考公务员名额 就只剩下44% 这个新政一出 孟加拉国的老百姓直接不干 2013年也是配额制改革后的第二年 孟加拉国学生 公务员考生等群体 开始以首都达卡和达卡大学为中心 掀起了抗议活动 到了2018年 再次针对配额制 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这一闹 效果还是有段 孟加拉政府迫于民众压力 宣布废除了实施长达47年的公务员配额制 政府这时按下葫芦起了瓢 这一边 普通民众是满意了 那一头 当年独立老兵的后代们不干了 凭啥你说取消就取消 于是乎也开始了抗议 终于在今年6月5号 孟加拉国最高法院宣布 从前的配额制将被恢复 这个消息一出 孟加拉国内再次炸了锅 孟加拉国一所高校的学生 在大街上拉开横幅 抨击配额制度的不合理 从7月7号开始 发起了孟加拉封路运动 抗议人群在各大城市的街头 公路和铁路设置路障 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从7月初到现在 孟加拉国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局势不断恶化 关于给独立老兵后代 恢复配额制的原因 抗议民众直接将矛头指向总理哈希纳 这个世代传承的配额制度 就是他的父亲 孟加拉开国总统 穆吉布拉赫曼推出的政策 如今哈希纳再次恢复配额制 在抗议民众看来 这也是因为他想要在政府内部 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7月18号 为了防止事态发酵 孟加拉国政府下令 将国内的网络和电话线路 全部关闭 随后在7月20号 孟加拉国又实施了 无限期宵禁 7月21号 孟加拉国政府还是做出了妥协 宣布将预留给开国老兵 后代的公务员岗位配额 缩减到5% 其余2% 留给少数族裔和残疾人群体 未来93%的公务员岗位 将面向社会择右录取 不过抗议者对这一裁决并不买单 要求孟加拉当局彻底废除配额制度 说起孟加拉国这场史无前例 全民抗议的根本原因 还是孟加拉国内日以严峻的就业形势 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直接后果 孟加拉国经济单一 主要以农业和纺织业为主 虽然耕地面积广袤 但是洪涝和飓风的天灾频发 很多人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普通民众和学生 之所以如此介意公务员名额的分配 正是因为这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优质岗位 截至目前 孟加拉国内引发的暴力冲突 已经造成了数百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具体数字难以统计 是因为孟加拉国内局势混乱 每个信息源的统计数字都不一样 如今的孟加拉国 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下一步是勇于改革 还是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对于孟加拉国政府来说 都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